芯片制造商股价接连下滑 汽油和食品等成本飙升 导致美国二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增加0.6% 涨幅超出预期 加剧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 使得华尔街持续低迷 星期四闭市时三大股指都下滑 道琼斯指数收盘时下跌超过137点 收爆38905点 标普500指数下滑将近15点 收在5150点的水平 纳斯达克指数下挫将近50点 收盘爆16128点 国际原油价格同样呈现下滑 截至今早9点 WTI纽约原油下跌27美分 每桶将近81美元 布伦特原油下滑38美分 每桶大约85美元 安全处理 在4月1日前 阅价格偿 还是12 coe س继续 所有人许多变分 在2月2日前 感谢观看